中共官方日前公布 军委原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出事 港媒分析 官方发布该消息 或意味着针对张阳的调查已接近尾声 与之相关的系列大案和将领即将公布 新华社28日报导致 军方早已对张阳开始组织谈话 调查骑射郭伯雄 徐才厚等案的线索 已核实骑涉嫌费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11月23日 张阳在家中自一网 随后军媒刊文 是张阳为两面人 并称其位最出事的行径极其恶劣 张阳是中共十九大后首位军老虎 也是有一位落马的第十八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官方罕见公布高级军官出事的消息引起高度关注 苹果日报报导指 这是文革后中共首次公布上将出事 打破了四十多年的记录 报导引述分析认为 从23日张阳出事到28日公布 官方在短时间内决定公布这一震撼消息 可能意味着针对张阳的调查 已接近尾声 与他相关的一系列军队大案及涉案将官 不久将陆续公布 对此 时政评论员唐靖元表示 按官方通报 张阳没有被双规 说明其被查初期态度配合 心态稳定 在家监视居住三个月时间 按理说该交代的已经交代差不多了 所以 可能有大批涉案人员将公布的分析 逻辑上可以成立 在可能涉案的人员中 与张阳一起被免职的军委联合参谋部前参谋长 房峰辉 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今年8月的北戴河休假之后 就有多方消息传出张阳和房峰辉已被调查 据公开资料 张阳和房峰辉曾在广州军区共事三年 期间张担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 房任广州军区参谋长 2012年10月 中共军委员四总部换将 房 张分别执掌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 被指示受时任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的提拔 房 当二人传出落马消息后 军方随即启动全面彻底诉清郭 徐一读的专项政治巡视 被指与二人被查有关 有港媒称 二人落马是因密谋针对习近平的政变 也有消息是 退伍军人去年底和今年初大剧聚集北京维权 背后有着两人的策划和协助 被认为是为兵变热身 BBC报道 张阳的自杀瞬间成为中国大陆社交媒体的一个重要话题 许多用户对他的猝死表示惊讶 许多新浪微博用户都在问 为什么官方媒体在张阳死了五天之后 才宣布死亡 有人说 政府需要确保所有主要媒体都提前准备好手稿 才能宣布 一些用户表示惊讶 因为正在接受调查的人是受到中共严密监视的 这样的人能够自杀的概率很小 台湾知名女星国会中的丈夫何志平 涉谈案在有新进展 26日港媒调查揭露 涉案的乌干达外长夫人前年请求何志平为其生意穿针引线 与大陆一大型企业签署合作备忘录 而李嘉诚注资 董建华表妹任董事的维港投资 曾投资该企业 香港民政事务局前局长何志平本来是香港一著名演义 在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提拔下 出任民政事务局局长 两人矫情匪浅 何志平涉贪污近日在美国纽约被拘控 至今仍被关押 前联合国大会主席 乌干达外长库泰萨被指示收贿者之一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划清界线 强调任联大主席的人士应遵照最高的道德标准形式 乌干达外交部早前否认库泰萨收贵 称他与何志平接触都是为了联大主席的公务 古特雷斯的发言人也表示 库泰萨在2014年至2015年任职联大主席期间 仍是乌干达外长与案件有关的事情 应该由乌干达政府解答 根据美国检红书内容 选入受贿风波的乌干达外长库泰萨及其妻子Edit 过往多次与何志平接触 其中在2015年3月 Edit向和发电邮 表明想接触一间提供流动支付服务的中国公司 希望将其技术引入乌干达 或者协助他的一间无现金流动财务平台公司开发电子车票系统 他又在电邮中请求和为他的公司寻找投资者 表明有意商讨买卖银行及建立货币渠道 我们稍后在香港见面时应该讨论 同年7月何志平发电邮给库泰萨一方 称访港形成其中一个重要目的 是让库泰萨与能源公司主席商讨合作 同年8月2日 库泰萨到港后 首先与能源公司主席见面 并委任主席为联合国荣誉顾问 一日库泰萨与何志平见面 2016年2月 伊迪向何志平发电邮 表示是时候跟进去年8月在香港与主席讨论的计划了 其后的电邮记录显示 原来能源公司主席当时在香港接见库泰萨时 以同意会给50万美元支持库泰萨妹夫竞选总统 该笔款项被美国指控为汇款 11月26日 苹果日报报道说 报翻查资料 发现Edith是电子平台M-Cash的行政总裁 吉姆公司亦有在香港设立办事处 2015年8月 内地大型金融科技公司联动优势科技宣布 已在北京与M-Cash签订合作备忘录 由Edith负责签署 丈夫库泰萨也在场见证 新闻稿指 联动将会在支付服务及金融信息平台等领域上 为M-Cash提供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 报道称 联动来头不小 他在2017年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中排名第31位 或官方认可进行互联网支付服务 现时已拥有80万个中小企业客户及4.8余位个人用户 资料显示 由香港首富李嘉诚数资的创投公司维港投资 在中国内地的唯一一个投资项目 正是联动 但网站没有说明李嘉诚投资的金额 公开报道显示 维港投资的两名创办人 分别是周凯璇以及前特首董建华的表妹张培威 查测显示 张培威是维港投资的唯一董事 他曾受访时也自称为好重要角色 维港投资回应苹果查询时称 维港的投资项目风险由李嘉诚私人承担 成功后本立军会拨归李嘉诚基金会 基金会已于2011年将联动股份捐于汕投大学 11月18日 美国司法部在纽约逮捕了何志平 并以违反海外反腐败法 洗黑钱 串谋犯罪等罪名对其起诉 何志平案牵涉到乍德总统 乌干达总统 联合国大会前主席 塞内加尔前外长 香港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 华信能源公司等 被媒体评为简不断理还乱 或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自罗 但双方撤军后动作不断 继印媒报道 中共军队在洞朗地区附近修路 并最新部署重兵及坦克 装甲战斗车之后 近日 印军也开始着手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 11月25日 印媒报道称 印度军队已经决定大幅改善中印边境的基础设施 并要求工兵部队全力施工 以确保能在必要时快速运送兵力 报道引述官方消息人士称 印度工兵部队还采取一连串举措 包括订购多种最新版山体切割及注入设备 及订购过千部双轨地雷探测器 以增强工兵部队的地雷探测能力 此外 印军还采购了100多台最新式挖掘机 以提高工兵沿印度北部山区铺设通行道路的能力 印军还计划修建50座短跨桥及大量快速移动跑道 以增强运兵能力 根据计划 印军工兵部队将首先在山地地形开始修路 若需要的话再由边境道路组织进一步强化 在中印对峙结束不久的9月10日 印度时报就曾报道 印度正加快在中印实际控制线附近的61条道路的修筑工作 其中几条具有重要意义的道路更将提前完工 此外 印度国防部还向印度铁路公司拨款15.8亿卢比 开始测绘一条长约650公里 由德里通网中印有领土争议的拉达克地区列呈现的铁路 铁路完工后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与此同时 中方也在加紧动作 10月6日 有印媒报道 中共军队并未撤离在洞朗地区的驻军 相反 最新增加了至少1500名士兵 并在距离对峙区域10公里内 开始新的道路扩建工作 新修公路约10至12公里 10月26日 中共十九大结束的第二天 再有印媒报道称 中方军队在洞朗地区附近 又新部署了3000多士兵及坦克 装甲战斗车辆和大型坦克车等 中方军营散步在27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距离洞朗地区仅2小时车程 另据大陆网民上传的卫星照片显示 中方三架EA03强龙战略无人侦察机 在距离中印边境洞朗 仅250公里的西藏日喀泽机场现身 外界担忧 双方一系列动作 或引发新一轮的军事对峙 6月中旬起 中印边境曾爆发军事对峙 起因与中方军队在洞朗地区修筑公路 8月28日 对峙事件爆发两个多月之际 中印双方突然宣布 两国已达成协议同时撤军 双方撤军第二天 有美美分析说 中印是否向永久解决争端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还有待观察 引印度总理莫迪将访华 参加在厦门举行的金砖五国首脑会议 这让两国官员都有解决对峙局面的压力 或是双方暂时撤军的原因 而印美曾援引军方官员的话说 中印对峙是中方试图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结果 将来类似中印动朗对峙的事件很可能还会增多 中共远中宣布副部长 网信办主任卢伟 21日落马之际 新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的打虎团队在天新关 浙江宁波前纪委书记陈章勇 出任中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主任 外界关注 中纪委此番人事变动 可能瞄准卢伟之后的下一个大老虎 浙江媒体消息称 11月21日 陈章勇辞去宁波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 11月17日至18日 中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主任陈章勇一行 到甘肃调研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等工作 这是陈章勇首次以中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主任身份 出现在公开报道中 中共官方日前公布 军委原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出事 港媒分析 官方发布该消息 或意味着针对张阳的调查 以接近尾声与之相关的系列大案和将领即将公布 新华社28日报导致 军方早已对张阳开始组织谈话 调查骑射郭伯雄 徐才厚等案的线索 已核实其涉嫌行贿受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11月23日 张阳在家中自亡 随后军媒刊文 赤张阳为两面人 并称其未最出世的行径极其恶劣 张阳是中共十九大后守卫军老虎 也是有一位落马的第十八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官方罕见公布高级军官出世的消息引起高度关注 苹果日报报导指 这是文革后中共首次公布上将出世 打破了四十多年的记录 报导引述分析认为 从23日张阳出世到28日公布 官方在短时间内决定公布这一震撼消息 可能意味着针对张阳的调查已接近尾声 与他相关的一系列军队大案及涉案将官 不久将陆续公布 对此 时政评论员唐靖元表示 案官方通报 张阳没有被双规 说明其被查初期态度配合 心态稳定 在家监视居住三个月时间 按理说该交代的已经交代差不多了 所以 可能有大批涉案人员将公布的分析 逻辑上可以成立 在可能涉案的人员中 与张阳一起被免职的军委联合参谋部前参谋长 房峰辉 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今年8月的北戴河休假之后 就有多方消息传出张阳和房峰辉已被调查 据公开资料 张阳和房峰辉曾在广州军区共事三年 期间张担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 房任广州军区参谋长 2012年10月 中共军委原四总部换将 房 张分别职长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 被指示受时任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的提拔 房 当二人传出落马消息后 军方随即启动全面彻底诉清国 徐一读的专项政治巡视 被指与二人被查有关 有港媒称 二人落马是因密谋针对习近平的政变 也有消息是 退伍军人去年底和今年初大举聚集北京维权 背后有着两人的策划和协助 被认为是为兵变热身 BBC报道 张扬的自杀瞬间称为中国大陆社交媒体的一个重要话题 许多用户对他的猝死表示惊讶 许多新浪微博用户都在问 为什么官方媒体在张扬死了 五美国纽约被拘控 至今仍被关押 前联合国大会主席 乌干达外长库泰萨被指示收贿者之一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划清界限 强调任联大主席的人士应遵照最高的道德标准形式 乌干达外交部早前否认库泰萨收贿 称他与何置评接触都是为了联大主席的公务 古特雷斯的发言人也表示 库泰萨在2014年至2015年任职联大主席期间 仍是乌干达外长与案件有关的事情 应该由乌干达政府解答 根据美国简红书内容 选入受贿风波的乌干达外长库泰萨及其妻子 过往多次与何置评接触 其中在2015年3月 Edit向和发电邮 表明想接触一间提供流动支付服务的中国公司 希望将其技术引入乌干达 或者协助他的一间天之后 才宣布死亡 有人说 政府需要确保所有主要媒体都提前准备好手稿 才能宣布 一些用户表示惊讶 因为正在接受调查的人是受到中共严密监视的 这样的人能够自杀的概率很小 台湾知名女性服务中的丈夫何志平 涉谈案在有新进展 26日港媒调查揭露 涉案的乌干达外长夫人前年请求何志平为其生意穿针引线 与大陆一大型企业签署合作备忘录 而李嘉诚注资 董建华表妹任董事的维港投资 曾投资该企业 香港民政事务局前局长何志平 本来是香港一著名演义 在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提拔下 出任民政事务局局长 两人矫情匪浅 何志平涉贪污近日在美国